台中昨天晚间发生围犁倒塌意外 在西屯区黎明路三段的一处工地 不明原因这围犁却突然倒了下来 还不偏不倚刚好砸在两名路过骑士身上 骑士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受伤送医 幸好他们的伤势没有太严重 警方初步研判应该是施工不慎才会闯破 监视器画面拍下骑士在路口等停红灯 没有想到一旁的工地围犁突然倒下 不偏不倚刚好砸中路过两名机车骑士 周五秋后报赶到赶紧将两人送医治疗 幸好两名骑士都只是身体脸部擦错伤 伤势并不严重 好像听说他们那个铁板围栏嘛 掉下来砸到了 他们有叫人家处理啊 因为他们旁边那个蓝色那个都很轻 他们都没有加那个阴架条 他们这个风大嘛 他可能就砸到 这起意外发生在五号晚间 地点在西屯区的一处工地 路旁的围犁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倒下还砸伤人 因为路旁工人施工不慎 导致围犁向道路倒塌 之后工地工人也赶紧用铁丝 将全部围犁固定 并且加强防护 就是为了避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接讲黄建民 台中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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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